说起娱乐圈的好朋友 相信大家都能说出来不少 但是说起娱乐圈相爱相杀的好兄弟 大家能说出来的就不多了 其中陈赫、邓超和陆寒这三位 肯定是相爱相杀的典型 虽然他们三人的年龄差距比较大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关系 熟悉三人的网友都知道 邓超、陈赫和陆寒都是通过奔跑吧 这档节目认识的 经过长时间相处才成为了好兄弟 陆寒自从加入跑男之后 就跟陈赫、邓超等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连三个人的头像都是一样的 这种兄弟之间的感情 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羡慕 而且这三个人不论是演艺事业上 还是公益事业上都非常的棒 虽然邓超、陆寒和陈赫因为一些原因 离开了跑男这档节目 但是私底下他们的兄弟友情也是十分深厚 或许是因为三个人的热度高 而且关注度也十分高 所以哈哈哈哈这个节目 也将他们邀请一起 参加了一个全新的节目 这也是三人从跑男之后再次合体录制综艺 而且三人只要一碰面 哪怕什么都不说 他们也会默契开怀大笑 看过这档综艺的第一季 相信观众都了解了 该综艺主要是看明星去各地打工穷游 并且体验生活的真人秀 一位是有跑男的邓超、陈赫和陆寒这三人 所以第一季播出的时候 热度还是很高的 而且其中还邀请了几位十分具有综艺能力的明星 比如邀请黄渤的那一期就十分的有趣 本身就是穷游 结果黄渤还坑了他们一把 完全是把极限挑战的综艺能力带入了进来 而陆寒录制的五哈播出后 关于他和关晓彤的感情问题 也是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 当初两人没有任何偷拍 被迫承认等 陆寒和关晓彤直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官宣两人在一起的事情 当时可以说让微博都瘫痪了 他们俩人突然公布恋情 不仅让不少网友感到不可思议 更是让粉丝们表示完全不能接受 一时间陆寒脱粉不少 但是陆寒后来也对这公开恋情会对人气造成影响 见识做出了回应 他说我公布之前不是没想过这个事情 我又不是二傻子 我一激动就公布了 肯定不是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吧 陆寒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他不能因为自己的演艺事业而让对方受到伤害 直到现在娱乐圈还有许多明星的感情生活处于隐蔽状态 很多时候被拍到和异性成双成对的出入也是保持沉默不愿意公开 而在陆寒这里他内心认为公开恋情即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另一半的负责 网友们在知道陆寒说出的这个原因后 都他在陆寒是个男人 陆寒自己则表示如果恋爱了 会第一时间分享给粉丝 也许公开的原因就是这个吧 不过从目前来看 两人的恋情很稳定 而且两人的恋情一直保持着低调进行 但由于这次录制的时间很长 所以陆寒便经常给关小彤打电话 而有一次 关小彤在电话里叮嘱陆寒 虽然劳累但不能整天赖床 结果隔天整个队伍都在等着陈赫和陆寒起床的场面 简直承包我一年的笑点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哦